试试? What? 双十月到了? 又是满满满的时候了 真的很多人问我平时出国旅行啊 拍小视频啊拍Vlog啊都是用什么样的器材 身为一个女生 当然不能拿很多东西啦 马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在淘宝淘回来的 拍摄神器 自拍杆拍出来的画面真是晃到 所以我就去淘宝奘了一个偉大的发明 自拍杆稳定器 它基本上分为三段式 就是稳定器本身 自拍杆还有脚架 基本上市面上的任何手机都可以适用 向上打开 放入手机 然后这时候按下电源键长按 它就会开始抖动 然后你只要放你想要的打痕或者打直就可以了 这个是充电孔 然后下面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反充手机 然后这里你可以看到只要长按 它就会有灯 然后后面这里你可以看到有一个镜子 就是你怎样抖动它都不会超级无敌荒 因为它已经稳定住了 你还可以放上三脚架 然后放在桌子上帮自己拍摄 这是我最近去旅行都一定会戴上的神器 因为它真的很好用 而且它很小个很容易戴 推荐 这个就是用在当你不想拜托路人帮你拍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夹在树枝 夹在栏杆 夹在椅子上面 你还可以拿来拍抖音品 超推荐女孩子一定要戴这个这个 我买的这个麦克风是iPhone专用款 当然又有Android专用款 它不用线什么的 只要你这样子插上去了之后呢 它就可以开始马上录音 而且收音非常轻 然后它还送这个防风套 所以只要你放上去之后呢 你在户外拍摄的时候哦 它就可以减少一些风的噪音 这个也不用多介绍啦 就是直播补光灯 只要随便夹在手机上面 然后你开灯 还可以调节亮度 就是看你要多亮 好 这些东西就是平时我出门会带出去的拍摄神器 我个人觉得是很实用啦 而且也没有很贵 重点是哦 你可以趁着双十一有优惠的时候就入手 我觉得这手最值得 好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关注我哦 拜拜